人从小被父母卖到山村当同养戏 吃不饱穿不暖 婆家人更是把她当了一样使唤 此时的县衙内 陆娇娇看着这对恶毒的母子 决定替麦牙讨回公道 就因为麦牙一直未有身孕 你们就把我小姑打的生活不能自理 到底是谁不能生孩子 请个大夫检查一下就行 将麦牙自己有病自己不承认 倒是让你这个当嫂子的给坏了事 等诊麦结果出来 我看着你们哭 王老婆子才不害怕 她相信自己儿子那方面根本没病 不然村口的寡妇也不能怀上她儿子的孩 没一会一个官差就带着大夫来到县衙 大夫先给姜麦牙检查了一番 随后又给王天丁检查一番 只见大夫脸色也越来越古怪 这位小哥肾经亏虚 肾阳不踪 所以怀不上孩子 跟这位女孩没有任何关系 大夫的这句话 好像一道晴天劈劈一般的 披在老王家母子俩身上 你胡说八道 我儿子才没有那种病 我儿子要是有那种病 还能让我们村的养寡妇怀孕的 哼 老夫行医三十余载 从未遇到过你这种信口胡说之人 老夫愿为自己所说之话负责 你儿子就是患有布局之症 你一定是和他们串通好的 看我今天不撕了你 说完老白子就伸出手去挠大夫的 陆娇娇一把将大夫拉门上 大夫 可有别的办法确认王天丁患有布局之症 还请大人提供一个私密空间 王天丁此时已经双腿发软 被两个官差拖着进后面的房间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大夫从里面出来 身后紧随面如死灰的王天丁 禀告大人 经过老夫的一番细查 可以确定这位小哥的确游丝肿症 因为正常种子颜色一般是灰白色 而小哥为黄色半透明 一次便可判断小哥确实患了布局之症 你算什么大夫 我看你就是一个庸医 我儿子才不是你说的那种 不然我们村的养寡妇 怎么怀上我儿子的孩子 老大夫行医这么多年 哪里受得住被如此的诋毁 老夫一人说话一人当 当着青天大老爷的面 老夫就把话放在这里 老夫以自己毕生的医术保证 你们村的养寡妇怀的 肯定不是你儿子的孩子 说完老大夫气呼呼 直接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真是一场好戏 这场戏唱完了 才发现原来你们母子二人 才是小丑呀 问题出在你们老王家的人身上 和我家小姑没有一个铜板的关系 所以接下来 咱们是时候该算算总账了吧 王老婆子已经被刚才的消息 打得措手不及 完全没有意识到陆娇娇在说什么 不可能的 我儿子身体可好了 从小就长得虎头虎脑六壮实 谁见了谁不夸一句 我们养得好 我儿子怎么可能有病呢 就算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有病 我儿子也不可能有病 在场的所有男人嘴角 都狠狠地抽出了一下 大人 按我朝七处之条 妇人无子雀 游为己者雀 名妇以为放在男人身上 依旧做的树 俗话说 长嫂如母 恳请大人可以为小姑主持公道 让小姑将王天丁休气 此话一出 众人议论纷纷 就连两边战利威严肃母的官差 都交头接二 就连县太爷也是差点没有绷住 江秦氏 你们风铃正宿来 没有女子休气男子之事 现在既然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就有本官作主 让王家书写一封放弃书 从此大路朝天 搁走一边 男婚女嫁 互不相干 可好 放弃书比修书好一些 放弃书表达的意思 则是此女子德行兴许有亏 可不管是放弃书还是修书 都将男人摘得干干净净 路娇娇自然不同意 女人无子可被夫家修气 凭什么男人生不出孩子来 就不能被女人修气 大人 这是瞧不起女子吗 王老婆子养娇气齿说道 就想别做梦了 路娇娇轻轻轻地敲了敲额头 恍然大悟一般地说道 那既然你们不能同意将脉牙修复 说实话 我挺生气的 我这个人一生气呢 就爱多说话 一多说话呢 嘴上就缺个板门的 嘴上没有板门的 那我这张嘴肯定要什么事情都能抖露出来 比如 王天丁的这个病哈 现太爷一毛 这小娘子当真是个人才 竟在公堂之上 当着我这个现太爷的面 就直接出言威胁老王家 听到这句话 王老婆子的眼睛瞬间很大 他怎么能让儿子不能生养这件事情传扬出去 可古往今来 从未有男子被修 一旦自己的儿子被修了 就说明在这场因缘中的过错方是他儿子 日后想要谈婚论嫁依旧很困难 你们商量好了没有 王老婆子狠狠地磨了磨自己的后槽牙深吸一口气 修就修 不过 老婆子今天也把话放在这里 如果日后让老婆子听到一句有关我儿的议论 老婆子就算拼了这条老命 也得拉你们两个剑一货去陪葬 只要你们答应备修 从此以后 咱们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至于你的担忧 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没有人掉进石坑 好不容易爬出来以后 还会时时刻刻提起来 提醒自己曾经掉进石坑过 毕竟恶心过 知道那个滋味 就再也不想恶心了 老婆子气得浑身发抖 在县太爷的见证下 师爷拟了一份修书 姜麦牙毫不犹豫地在上面按下手 手印按下的那一瞬间 姜麦牙瞬间大哭 她从来没有奢求过自己会解脱 可现在陆娇娇帮她做到 三人回到村子 路过老王家门口时 正好听到老王家里在争吵 正好谈论的还是姜麦牙 王安 你是我怀胎十月生下的儿子 你肚子里的花花肠子我都闷清 一个一个的大姑娘说给你 你不愿意 你不就是惦记着老姜家的那个破鞋吗 姜麦牙是个好姑娘 这辈子我非她不娶 今天晚上我就把话给你撂在这里 只要我不死 只要我不闭眼睛 只你和老姜家的那个破鞋就一点可能都没有 你要是敢和她有来往 我明就用菜刀砍掉自己的脑袋 娘 你相想起 二弟的心里有书 二弟 你别怪嫂子说你 娘不都是为了你好 人家媒婆跟你说的那几个姑娘 各个家是清白 最主要的是还是黄花大闺女 你干嘛非抓个破鞋不放 路上路娇娇愤愤不平的说道 什么狗东西 我还看不上他们呢 王安再好 有这么个娘 麦娇也绝对不可能嫁到他们家 宋秀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王安倒是个好孩子 他和锦炎小时候是挺要好的朋友 从那时我就看得出来 王安对麦娇有那么一点意思 我还和你爹提起过 后面的情况你也知道了 锦炎受重伤 带着孩子们回来 家里多余的钱全部给他看病也不够 麦娇心疼我 更心疼他哥哥 就为曲求全下嫁给了老王家 没想到最后也是落得一个老眼纷飞的下场 你别伤心 这是我自愿的 和你没有任何关心 就在三人刚到家门口时 东屋里传来一声巨大的响动 哐啦 陆娇娇下意识地冲进去 直接二宝一脸无措地坐在地上 江青矿缓缓缓地抬起头 看到陆娇娇的杀内奸 心里所有的委屈和对自己无能的愤恨 在一瞬间激发了出 哪果 我不要你的假好心 这时候宋秀莲和江麦牙都跑进了东屋 看着江青矿努力地用自己的胳膊 将自己的身子支撑起来 以证明自己不是废物 越是手忙脚乱一下一下 让自己重新跌坐在地上 宋秀莲想要上前帮忙 陆娇娇不由分说地抱起她 轻而易举地把人抱上了口 我不用你假好心 我没有假好心 江青矿 如果你想要摆脱眼前的这种困境 那就好好看病 我带你去镇上 去府县看大夫 都看过了 我带老二去看过 不管是哪里的大夫都说束手无策 陆娇娇忽略了宋秀莲的话 直勾勾地看着江青矿 只要你愿意至 只要你告诉我有一程的希望你都不会放弃 那我就陪着你一起 一直等到看好为止 江青矿沉默闭上了眼睛 脑海中又想到自己成为瘸子的内容